村头,爸爸在找儿子,发现儿子在和大人们打牌,儿子看到爸爸来了,赶紧离开牌桌,爸爸居然顺势也玩了起来,小伙子还不服气,爸爸也没好话,过两年,你赶紧给老子出去打工。 儿子不想走,一次次的靠近,想指挥父亲出牌,又被父亲打走,在这样一个奉行读书无用论的农村,易老师却想办一个幼儿园。 他是乡村小学老师,发现村里很多留守儿童无书可读,他到处贴广告,雇了一三轮车挨个地方转,还托人帮忙宣传。 幼儿园学生一个月只需60块,包一顿午饭还负责接送,开园第一天总共收了15个孩子,还有乡亲们拖欠学费,师母很不满意,一边收拾一边抱怨,这点钱连开销都不够,易老师很坚信,只要幼儿园搞得好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 师母嘴上埋怨,但心里还是一直相信自己老公,晚上,李想和他爸爸来找易老师,女儿年纪轻轻叛逆辍学,想去深圳打工,攒钱参加超级女生,爸爸不想他早早出去,想让他来易老师幼儿园帮忙,易老师欣然同意,但师母又不愿意了,收入没提上去,又多一个人的工资。 易老师还找来车夫,负责拉车接送孩子,一切就绪,幼儿园开园了,结果第一天,孩子们一个比一个能吃,坐在小板凳上,像嗷嗷带补的小鸟,晚上师母算账,这是赔本买卖。 第二天,有人送来一个叫小驼驼的孩子,父母外出打工,将他托付给亲戚,200块一个月的生活费是小驼驼和父母之间唯一的纽带。 易老师想起来了,小驼驼就是天天在村口张树下等爸妈回家的孩子,那也是他和父母分开的地方。 恰好,幼儿园的成立,亲戚终于有机会摆脱小驼驼这个拖油瓶,亲戚留下他的换洗衣服,汽车跑了,于是,小驼驼成为幼儿园第一名全拖生,虽然只有四岁,但他的饭量像个成人,可以吃四碗米饭。 乡村幼儿园里,老师在给小朋友上课,君君偷吃东西,小驼驼一直盯着他看。 下课后,小驼驼还是盯着吃的咽口水。 跑过去给老师打报告,老师质问小驼驼为什么偷吃,他不知道辩解只能沉默。 老师生气地推他,他也不甘示弱伸手去打老师,这么小的孩子,哪里能解释清楚,有委屈也只能往心里咽。 中午饭菜做好,却发现小驼驼不见了,老师理想到外面找了半天,也没找到,他一路奔跑来到学校,找到正在上课的易老师。 易老师听到,马上踩着自行车一路赶回家,他扔掉自行车,裤腿顾不上卷就下水塘,拿起棍子打捞,吊了半天也没结果。 突然,另一位乡亲跑来,说在另一个池塘发现小驼驼,易老师又火速上岸,乡亲们跟着跑去,他冲在最前面,下到池塘里,拿起水草一看,原来是一头死猪。 易老师松了一口气,好在不是小驼驼,突然,他想起来什么,赶紧跑上岸,借了一辆自行车,又狂蹬起来。 终于,他在村口的张树边停下,那是小驼驼曾经每天等着爸妈回家的地方。 易老师跑过去抱住他,泪瘫在树边,一路着急地寻找,他连鞋都跑掉了,再没力气蹬自行车,就推着小驼驼一路回去。 回到家,易老师生气地骂师娘,师娘自知闯祸,也不敢大声讲话。 问小驼驼,他也不说原因,但一旁的李响很愧疚,晚上,李响和易老师道别,哭着说小驼驼的事,责任在他。 易老师没放心中,李响却很惭愧,他明白自己欠缺很多东西,决定不再出去打工,好好念书,将来考师范,再回来当老师。 易老师很欣慰,虽然自己生活很拮据,临走时塞给了他两百元,还嘱咐他好好读书。 在易老师的坚持下,幼儿园办得有声有色,他只要有空,就会带着孩子们到处玩耍。 车夫前边拉车,易老师后面对着大家唱儿歌,讲故事。 渐渐的,孩子们越来越开朗,这样的微笑,才是他们这个年龄该有的东西。 但是,好景不长,幼儿园还是出问题了。 他们坐下聊天,领导直说,你这个幼儿园不能再办下去了。 易老师表示自己也不想办,但这些孩子的情况让他不得不继续下去。 领导说,幼儿园不达标,不仅没有幼师资格证,连专车和专职司机都没有。 易老师没办法,幼儿园只能停了。 师母把钱拿给易老师,告诉他每家每户退的学费。 他决定挨家挨户的解释,送全体孩子回家。 易老师拉着车,走在乡间的小路,每到一户都解释一遍。 朴实的乡亲不愿要剩余的学费,但易老师还是坚持要给。 渐渐地,车上的孩子越来越少,只剩下小妥妥和秀秀。 到秀秀家,得知他父母离婚,妈妈跑了,爸爸去深圳打工。 亲戚不想要秀秀这个拖油瓶,夫妻俩还争吵起来,易老师没办法,只好留下秀秀,不放心地走了。 又来到小妥妥家,家中只有一位70岁的老奶奶,不断地摸索着地上的东西。 她已经眼盲了十几年,小妥妥激动地跑过去, 坐在奶奶怀里。 易老师看着眼前破败的房子和眼盲的老人,不放心把孩子丢下,她带走了小妥妥。 这时,易老师没有直接回家,而是折回到秀秀家里,把她也一起带回家。 路上,两个孩子问,爸爸去哪儿了? 这打工去的啊? 这行进打工去的? 行进去南方去。 南方去。 南方啊。 南方去。 他和车夫背着孩子,手拉手来到山顶,看着远处的大山,他指着南面告诉孩子们。 前面就是南方啊,从里面一起往前,就是神经。 穷困环境下,我们会因易老师的存在而感恩,也会因孩子们的渴望神情而感动。 这是我的童年,也可能会是千千万万农村出身的人的童年。 多么希望,若干年后,我们这片土地再不能拍出这样的电影。